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五节幼儿园欢喜迎新生 营造优质的师资环境 人口及住宅普查处接牌 十一月份开始实地访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宜兰新闻 宣言开始先来看到总统蔡英文的宜兰行 总统蔡英文今天来到了宜兰 先后到了罗东的芦苑寺 四节金土地公庙来参拜 祈求神明保佑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而立委陈欧珀 民进党宜兰县党部主席陈俊宇 宜兰市长江聪渊跟党内同志都出席陪同 更是跟总统来大合照 祈勉民进党可以团结合作 为下一届的县长选战来做好准备 总统好 赞赞 总统好 赞赞 总统好 赞赞 不论是来到如元寺或金土地公庙 小英总统收到民众热烈的欢迎 并且依教传统向神明来敬香 献骨跟献酒 一上香 二上香 三上香 三上香 连拜 经理国物庙目准备 国物女方 世界合理 所有蔡总统更是展现亲和力 与党内同志还有庙方志工跟一般大众 轮流何以留念 大声比赞 对这次宜兰行 蔡英文总统并没有公开发言 但在离去前 向市长江聪渊跟党部主委陈俊宇 而提面命 勤勉民进党大团结 要做好光复宜兰县长的准备 对此江聪渊表示 会将总统的指示跟期望 当作最重要的工作 至于党部主委陈俊宇则说 县长人选 一切依照规范机制 要领选最好的人才 赢得县长选战 能够在宜兰各项的建设 或者未来的愿景上面 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同 当然就是要争取拿下 这个宜兰县长的一个席次 这个部分我们所有的党公子都会来 用心的努力 希望也能够在蔡总统的勉励 的鼓励之下 我们宜兰可以光复 宜兰可以继续的荣耀 现在您的呼声好像是最高的耶 因为有一些我们党公子相互之间的一个勉励 刚好可能是我任期刚好两届的市长届满 在这个时机点比较适合的样子 不过都是初步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协调 还没有真正取得共识或者决定 所以今天蔡总统的一个勉励 我会更加的加油 总统来他对于我们这个选举方面 并没有特别的交代 其实有免礼说 希望我们在未来日空日日的选择里面 一定要做好准备 来调整到我们现任的管理 这部分我们广东部也一定会积极 来安排这个适当的资讯 经过我们民主的典数 来删成到适当的资讯 来对抗到我们国民党的管理好选人 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导 台湾好行也有新的路线 由谷光客运所营运的台湾好行 宜兰东北角海岸线公车 今天早上11点正式通车 未来会从石城服务区 行驶到礁系的转运站 串联宜兰北部海岸的沿线情致 让游客跟民众可以坐公车 就可以畅游山海警官十分便利 在县长临之庙 立委陈欧珀 以及东北角封管处长陈美秀等贵宾 共同主持下 台湾好行宜兰东北角海岸线公车路线正式启用 这条公车路线沿途经过郊西汤围沟 乌石港 南洋博物馆 外澳油气区 大西渔港 大理游客中心 单程的行驶时间差不多是55分钟 而且可以在乌石港转搭绿18线台湾好行的路线 来到壮围沙丘 依然依然海岸的风光 我们希望能把每个人能做到最方便 最方便 最方便 公路 铁路都共够 让他们能够蓬勃发展 所以今天的起航年礼呢 非常感恩大家共同的努力 让宜兰县呢 因为由你们感到非常的光荣 在我们的郊西转运以后 到了时辰 所以呢 隆重有我们这个12个风景区 还有16个我们这个客运的转运 所以呢 当中每60分钟就一班 所以呢 这也能让大家方便 来到逛逛 好山好水 好环境好漂亮 一人县 县境内的大众运输 要趕快把它完成规划 并且在高铁时代还没来临之前 就能够运转 那我相信这个才是我们长期解决一人县塞车 最好的方案 除了官方路线 县境内的生活路线 也要提早出来 这一点 我已经要求交通部尽速协助员性进行规划 未来会从对方一直走到福隆到马甘 然后呢 我们宜蘭这边有两条线 沙丘 是从宜蘭转运站一直到沙丘 会到武石岛 然后呢 我们今天这条线 会从郊西转运站 把客人再拉到海岸线 一直会到大理天公庙到石城服务局 营运时间是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 提供16个往返班次 每个小时发车一次 收费方式采断次收费 全程分为两个断次 每断次全票是20元 缓冲区域则是在更新渔港到北关之间 宜蘭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道 先来看到宜蘭县人口数 常年都在45万跟46万之间 但是因为县民在外就业比例高 也有外线市民众在宜蘭县制产跟涉及 所以宜蘭县政府配合中央10年一次的人口及住宅普查 特别成立了人口及住宅的普查处 今天正式接牌 而预计从11月8号开始会来进行实地的查访 也请民众要多加配合 县政府配合中央10年一次的人口及住宅普查 特别成立人口及住宅普查处 并在今天正式接牌 县长林芝妙指出 普查所取得的资料 将作为政府施政的重要参考依据 因此不会要求受访妇提供账户或存折等相关资料 宜蘭县政府成立了人口普查处 配合了行政院 我们人口的普查住宅以及人口的普查 我们从11月8号到11月30号这一段期间 我们的普查人员呢 会带着普查证到我们的住宅去普查 我们个人的资料一定会保护 也要提醒各位 我们的这个丈夫以及存责不用普查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的配合 这仅供政府做参考的资料 对于这个交通还有我们的教学教育 还有我们的都市计划 还有我们的很多的县政推动 都有很大的帮忙 所以呢这个资料呢 各支呢都是保密的 所以请大家放心 县政府主记处表示 人口普查是针对居住六个月以上的 常住人口进行普查 而常住人口的分布和经济发展有关 预计这一次将查访三万户 占比约18%左右 这次大概会抽查三万三百户左右 那普查率大概百分之18 那这次普查我们是从11月8号到11月30号为止 那请各位乡亲配合 人口普查贩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 宜然市强生跆拳道的教练林志峰 常年培育跆拳道的选手 而荣获了宜然市109年的体育有工人士 而市长江聪渊今天亲自来到道馆 来颁发奖状跟奖金 而道馆也特别准备了精彩的跆拳道表演 来祝贺林教练获奖 拥有跆拳道武断及国家级阵照的林志峰教练 当选109年宜然市体育有工人员 在其带领下宜然市连续12年融合宜然县运动会 跆拳道男女总冠军 今日在强生跆拳道馆由市长江聪渊进行颁奖 现场更准备了一场跆拳道表演 上 自小叛逆的教练自从接触了跆拳道后不再打架闹事 藉由自己的人生经验让他懂得如何因材施教 宜然市所有的成绩都是我们教练团一起共同合作的 一起努力的 然后也是我们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方针以及方向就是为了 就是帮助小朋友不只是成长发育 还有品德教育 尤其是品德教育这一块我们特别的注重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教练我们一个礼拜都会开两次会 来讨论说 接下来的指引方针是怎么 是哪里这样子 对 所以在我们也希望说小朋友来这边强生跆拳道馆是能快乐成长 以及快乐学习这样子 市长江冲渊对于林教练的副处及因材施教感到尊敬 也表示施工所向来提倡与推广全民体育运动 期待宜然市跆拳道能够不断传承及向下扎根 继续发光发热放眼全国 能够在这个体育跆拳道的运动上面跟我们的学生学子相互配合 也看到他这么精湛的精神能够发扬在我们的这一种最好的运动盛事上面 所以今天特别于以来鼓励肯定 跆拳道运动是我们在奥运在很多的体育盛事上面属于我们的强项 在宜然市宜然市当然有不弱人后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林教练这种教育精神体育精神 能够带领我们更好的成绩迈进更好的一个更好的发展领域 他这一生当中自立于跆拳道不以疑力 教很多的学生都是名列前茅 让家长小孩子大家都能够在林志峰总干事的领导教导之下 大家都非常的愉快 尤其是林总干事他有非常坚忍的一个毅力 就是要把跆拳道发扬光大 我们央视跆拳道委员会的总干事林志峰 可以说是我们宜然市非常有功的体育人员 将近20年的教练生涯里面呢 他带领了许多优秀的国手 将这些国手带领到国际上的比赛 可以说是非常贡献良多 并且在志峰教练的带领之下呢 我们这两年同时也举办了许多全国的比赛 各方面的佳绩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 那这一切都非常感谢我们总干事林志峰教练的带领之下 才能够有今天的成绩 来看校园传出的好消息 罗东国华国中参加第六十届全国中小学科展 成绩表现相当优异 获得了国中的物理科第一名以及数学科第三名 还有学校团体奖第二名以及TDK的文教基金会奖 其中物理科还是二连吧 让全校师生都倍感光荣 国华国中长年生根科学教育 超过十七件的全国科展 并获得五件全国第一 今年参加第六十届全国中小学科展 获得国中物理科的第一名 数学科的第三名 学校团体奖第二名以及TDK文教基金会奖 国华国中在科学教育耕耘了多年 那我要感谢我们学校老师都很用心 利用课语的时间指导学生参加科学展览会 那历年来我们每次一旦县参赛的建筑都数一数二 那总共有十七件曾经代表一旦县参加全国科展 那今年也是一个丰收的一年 因为我们有一件物理科是第一名 数学科是第三名 所以我们获得全国团体奖的第二名 也要谢谢这个家长的支持跟孩子的用心 今年参赛的学生都是数理自由班的学生 拥有良好的数理基础及能量 而其中这次物理科全国第一已是二连霸 参赛的作品名称为热锅上的舞者 以儿时玩具水晶宝宝来做出发 探究他在高温表面上持续跳动 并且发出声音的物理原理 就是当液体低在温度也高于其液体废点表面上是 它会让液体产生一个 就是因为它的液体会快速气化 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气垫层 然后会让加热板的热能 传到液体的过程的速度变慢 所以液体就可以在加热板上不断滚动的行为 这就是原本的莱顿佛罗斯特效应 那我们就是把它扩大化变成有液体和高寒水弹性物质 就是因为水晶宝宝它本身就是一个弹性物质 所以它在它本身一次 经过一次弹跳后它本来就可以到达 接近原本的高度 再加上水分快速气化气体给它的反舊用力 所以它就可以一直维持在那个高度去进行稳定的跳动 而另外获得全国第三名的数学科名称为千切百炼 以科学研习月刊一则由申鹏教官所发表的数学题 公园跑切线为研究主轴跨极数来做研究 不仅学会大学以上才会的矩阵对角化 也证明了移动路径上存在的特性 我们有利用到一些就是国中课程以外的数学 然后我们就转换为矩阵 然后并去取极线 然后这样来验证我们的研究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原体中是对三角形的顶点去跑切线 然后最后它也会形成一个收敛的一个三角形 我们发现收敛三角形是内三角形跟外三角形的等比中向 然后我们就发现在一定的范围内的时候 它都会收敛成一个收敛三角形 参加科展的学生在这一年的研究当中 不只学会了数学以及物理上的专业知识 更提升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下方也期许他们未来继续在科学领域上发光发热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 猜浩报导 镜头转到五节 为了欢迎小小的新生加入五节幼儿园这个大家庭 幼儿园今天特别举办了成长迎新的活动 由大玩偶来陪同 以故事带动跳跟游戏互动的方式 来制造欢乐的气氛 欢迎这些小小的新鲜人加入 为迎接150个新生儿的加入 五节乡立幼儿园在今天举行迎新活动 乡长沈德茂和代表会主席廖起贤 共同立定现场致辞 表示幼儿园会提供最好的环境 以及教育 让家长能够放心 现场还有几节带动小朋友 以故事结合律动的方式 来欢迎这些小朋友的加入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有的现在的家来 都很多吃素的 有的孩子也对孩子吃素的 所以我们五样幼儿园 对孩子吃素的部分 从今年开始 我们会特别注意 在组这个有营养的 品质的这个小孩子来使用 希望家长所有的小孩子 都可以送到我们这边来 第三个我们这一个 有一个小孩幼儿园 我们要去六间教室 四间教室 两间才艺跟婴儿班 可以让大家 可以得到好的 这个教育成长的环境 那我们学校的老师 都会非常的有爱心 耐心 关心 照顾小孩子 因为相立幼儿园里 提供良好的师姿 在餐点的部分 也会配合家里的需求 供应荤食和素食 让许多家长 对于这间幼儿园的评价 是非常的高 有啊 学到蛮多东西的 而且师姿 师姿也蛮好的 老师非常有耐心 第一个想法就想说 那就读五节这边 对啊 有来看过环境 觉得还不错 对啊 觉得老师也都很亲切 对啊 所以想说 那就选择这边了 商长也希望家长不要依依不舍 将小朋友安心交给幼儿园来照护 让他们健康成长 快乐学习 政 ошиб 竟 needing kids Robinson 原来一起加护头 不要贪图 不要冷 这样子休想回気 动不动就失败俩 这样做不好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實習記者郭靖茹採訪報導 來關心地方的交通 羅東倉前路的地下道 在8月16號開始封閉 做防漏工程 不過封閉後的第一天上班日 造成地方大亂 不僅周邊的交通 甚至就連路旁的店家生意 也連帶受到了影響 而宜蘭縣政府交通處 會施工到8月19號 而為了達到車輛分流的效果 也再次呼籲民眾 必須要改走環震道路的南北路橋 羅東正昌前地下道封閉首日 鷹宣島部族可以看到許多車輛 依然不知道地下道已封閉 不是迴轉離去就是改道行駛 這次施工也讓民眾紛紛抱怨 浪費行車時間 問我外地來玩的 然後結果呢 我們岸導航要跟著走 就沒有辦法過去了 沒有辦法過去 現在怎麼辦 再看走多條路而已 你完美還有嗎 兩分鐘左右 現在 現在要駕駛到中山路那邊 還有電量要停開車 我都要幾十分鐘 很方便 對啊 怎麼說 我還要靠一輪呢 靠一輪呢 我要去頭上一輪那邊 對喔 受到艙前地下道封閉的影響 看著平時車流量大的路段 現在卻因施工導致交通不便 連帶影響附近店家的生意 附近店家表示 自己才準備開幕就遇到施工 來往車流量減少 根本沒辦法賺到錢 生意好做 那這是要怎麼做 怎麼說 我剛才要開幕而已 現在路把我帶走 五戶的人也不能去賣 路上的人要去市場裡面 怎麼這麼貴 所以這就要花視野 就不要花花 早餐店老闆娘也希望封閉道路 可以留下機車道 讓上班族來往 才會有生意上門 縣府交通處因施工到10月19日 為期兩個月的時間 為了達到車輛分流的效果 再次呼籲民眾 可以行駛環鎮道路南北路橋 中山路平交道 以及羅莊平交道 三條替代道路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實習記者陳雅銘採訪報導 另外早在去年10月份 本台曾經報導過 撰圍古亭地區 有一條狹窄農路 時常發現車輛 不慎掉落農田的意外 而經過地方反映給鄉公所 透過宜蘭縣政府的經費來補助 目前正在做道路的改善工程 把原本的1.5米寬的路寬 恢復成原先規劃的3公尺路面 去年這個時候的濃路 路寬不到2公尺 車輛難以通行 在地人都知道這個狀況 但外來車輛因為衛星導航指示 最後的結果就是掉到田裡面 對古亭村長鄭文展積極反映力求改善 他們的船就是那個水壓壓壓壓壓壓 病越磅越多 現在就跌勁反映了 現在跟我們爐這樣而已 所以說我們每一次過 車路都丟到 全車路沒有2米而已 在地方的反映下 中央相公所透過縣議員黃建勇的爭取 由縣府補助一百六十八萬元的經費 將長兩百五十公尺的老舊農路 重新鋪設路面 施設擋土牆後 恢復原先設計的三米寬道路 經過我們地方反映 那個議員 拜託館長這邊來 重視這個事情 現在來進行改善 我們來兩米半的農路 現在改善好 有三米通了 應該就可以 這些民眾出集比較好走 經過船長的反映 我們現在來進行改善好 這個情侶是在館長的 我們館長培託下來 所以如果我們 向來如果要做下去 希望我們這些鄉民 來跟鄉長說 來透過鄉長來僵出 農路改善工程 預計下週後完成 讓永美路二段三十三項 跟六十一項的兩條道路 可以再度串聯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 新聞最後來關於天氣 跟中央氣氧表示 明天台灣東半部地區 南部地區有局部性 短暫震雨或是雷雨 其他地區是多雲稻晴 而北部是高溫炎熱 午後中部地區跟北部山區 有局部性短暫雷震雨的情形 中南部地區 午後有機會出現局部性大雨 提醒民眾要特別注意 繼續來關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情形 明天沿地區是多雲 短暫震雨或是雷雨的天形 這樣局的預測是百分之三十 氣溫是二十六到三十四度之間 繼續要關心很多的傾向 以上今天以來的新聞 我是劉耀珍 感謝你的收看 祝福大家一切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